为了拯救奶奶的苏慈 她不得不代替妹妹成为夜城首富富南城的妻子 上攀她的床 总统套房里光线微暗 床上躺着一位身材挺拔 五官俊美的男人面貌英俊 无可挑剔的完美男子 此时有一双轻柔的手默默地摸索上去 爬到男人身上 女孩试图解开男人身上的皮带 突然一个大手抓住了她的纤细手腕 然后一把将她拉到了自己身上 她嗅到了一股酒气 同时传来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 你是谁 苏慈下意识抬头 她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眼睛 眼神阴沉 苏慈心头一紧 伸出食指压在她的唇上 嘘 别问 我就是你的妻子 红唇封住了她的脖唇 隔日清晨那张雪白床单上 一朵前河的雪梅 彭扶是长战役后的最后一个胜利壁画 富南城打量那朵雪梅 第三方里滚动着一团无法言喻的复杂表情 心想 这小丫头胆子倒是不小 居然趁她熟睡时溜至大吉 一交代都没有留下 此时秘书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说明昨晚的女人是夫人 富南城完全不记得自己已经结婚了这件事情 不过突然想起来 两年前富家与苏家有段婚约 奶奶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 私自做主签订了一段婚约 迎娶苏家女儿苏雪 所以她一回来就把这个隐婚两年的妻子给睡了 富南城严肃地说走 回玉原 此时此刻苏慈 正在向苏雪回报任务自己已经完成了 苏雪盯着苏慈脖子上的非常多的吻痕 心里充满了又嫉妒又愤怒的心情 心里想着这些都是富南城仲下的 本来全部都是我的 偏偏我已经失去了厨子之身 现在是不是可以放过他奶奶了 苏雪严肃地看住苏慈 昨晚的事情 你最好给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如果敢把跟我老公睡的事情传出去 你和你奶奶就死定了 现在富南城已经接手了富家 你的替身任务就到此为止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做回富太太 此时苏慈心里想着 原来昨晚那个陌生男子 竟然是那个神秘的富家掌权人富南城 两年前苏雪嫌弃他是私生子 让我替他嫁 现在又想做回富太太 这时苏雪抬手将苏慈右脸上的粉底给擦拭掉 一条长长的疤痕从右脸上显露了出来 并询问着苏慈听到没 看着那条长长的疤痕 他在心里嘲讽了一句 丑八怪 此时房门匆忙地打开 羽佣急忙地跑过来说 主人回来了 苏雪冷漠地盯着苏慈 大门慢慢地被推开 有一个人帅气的身影慢慢出现 紧接着富南城穿着西装走了进来 苏慈心里想着富南城怎么会突然跑来了呢 苏雪激动开心地飞奔到富南城的身边扑向他 并说道老公昨晚你在酒店房间内弄得我好疼呢 此刻 富南城一把抓住苏雪的手 一句冰冷的话从他口中讲述着 你竟敢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如果你不想活了可以跟我说 苏雪紧张地解释 是奶奶催着我们原房给我下药 我也是受害者 此刻富南城冰冷的眼神看住苏雪 心里想着又是奶奶 苏慈默默在旁边心里的 孤早听说这位富家掌权人在商场手段强势 毫无怜悯之心 如果让他知道昨夜是他 那他将万劫不复 于是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 富南城注意到将要离去的苏慈身影出声 让他站住 苏慈脚步一愣 莫非他认出我了 富南城缓慢地走到苏慈背后转过身来 你是什么人 此刻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窒息感 苏慈只好慢慢抬起头 当他们的眼神碰撞时 富南的眼眸突然深邃而暗淡 庞福看透了他的眼视 那刹那间锐利庞福切割空气的刀锋 是你 苏慈感觉心跳加速 心中默念 天哪 他认出我来了 与富南城目光相结时 他也感到一阵不安 紧后被轻咬的痕迹再次隐隐作痛 苏雪见情况不对 立刻跑过来苏慈前面并开口说 这是一位新来的女佣苏慈 富南城高高在上地看住他打量着苏慈 他紧张又害怕的双手缠在一起 泰然自落地抬起脸 故意让自己右面的伤疤完全暴露在男人的眼前 接着说 少爷 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这里的女佣 富南城微微皱了皱眉头 才看到右脸上的伤疤 询问着 那你刚才跑了什么 苏慈说 我没有逃跑 只是要去厨房干活而已 富南城看了他几秒钟后 昨晚在房里明明就是苏慈的脸 怎可能会认错人呢 他心烦意乱地离开苏雪 静止走向楼上 回想起刚才富南城那种审视的目光 苏雪心里还在发慌 他匆忙跑进厨房 警告苏慈以后不要在他丈夫面前晃悠 可是苏慈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他可以不晃 而且现在就可以离开玉园 前提是你们要放了我奶奶 然而苏雪却说 现在不行 因为已经说了 她是这里的小女佣 如果她突然离开富南城 看不到人便会起义 所以你只能先在这里当女佣 苏慈接着说 那你最好快点坐稳这个富太太的位置 你应该也不希望 我待在这里看你的笑话吧 听着苏慈的话 心里很不适滋味 苏雪看着苏慈那双干净剔透的双眸 心里充满了嫉妒 一个丑女竟然有这么漂亮的眼睛 其实苏雪的脸是整容来的 当年砸重金请来的整形大师 说她曾在帝都的繁华街头 见过一位绝色少女 她的脸就照着那位少女整了 难道说 当时帝都大街上的就是苏慈吗 但转念一想 我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苏雪骂了一句丑陋的人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苏雪走出厨房后 吩咐下人把苏慈安排到最小的丫鬟房 看着自己 她不想留在这里 但想到奶奶 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她其实也是苏家的女儿 只不过当年苏家抱住了孩子 养育了假千金苏千柔 而她这个真千金是在乡下长大的 后来苏家将她接了回去 但是见她是个脸上有伤疤的丑女 又嫌弃她从乡下来没见过世面 苏家就一直没有正式认领她 她在苏家住保姆房 受尽能力 尤其是二女儿苏雪 特别喜欢欺负她 捡坏她的衣服找她麻烦 当她想抛弃一切离开苏家回农村时 傅家和苏家开始联姻 傅南城当时还是个私生子 苏雪又不想结婚 就把奶奶抓了起来威胁住苏慈 让苏慈做替身代替自己嫁给傅南城当妻子 苏慈含着泪水心想一定要把奶奶救出来 此刻傅南城端住顶级红酒 站在窗边外面明亮的光束 透过窗户反射在她英俊的脸上 镀上了一层璀璨的光芒 她放下红酒杯 静静地躺在床上 傅南城突然闻到了一股隐约的香味 她这些年失眠严重 昨晚却因为身上的香味睡着了 为了验证这一点 她立刻起身准备下楼 刚走出房门来到了客厅 找到了那个非常熟悉的身影 她立刻走了过去 将她的手手放在她的腰上 然后用两只手将她搂在怀里 隔着薄薄的布料 男人宽阔金瘦的胸膛 从后面压在她的身上 苏慈愣了一下 这时 男人英俊的脸凑近了 闻她粉色紧断的味道 然后问苏雪为什么这么香 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用回头 她都能猜到后面是傅南城 苏慈的小脸瞬间染上一抹红韵 心脏也不受控制的 砰砰直跳 少爷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少奶奶 傅南城这才发现 自己抱的不是苏雪 这也是她第二次认错人了 外面传来的女佣的声音 喊着少奶奶苏慈一慌 连忙伸出手 用力推开了她 手指碰到了玫瑰花之上的尖刺 她的指尖被扎出了鲜血 一滴滴落下来 傅南城看着她惊慌不安的样子 好像很怕自己 每次都不敢跟她对视 她低声问 伤哪里了 没事 谢谢少爷关心 说完就抓着自己的指尖送入嘴里 清语一下直许 傅南城的视线往下落在了她的唇上 注视着她 樱桃小嘴泛着天然斩蓝色的水红 男人眸色暗了暗 时苏雪走了进来 她一看到傅南城和苏慈站在一起 脸色大变 连忙呵斥苏慈赶快去厨房干活 等苏慈离开 苏雪娇滴滴地看向傅南城 老公 我们去吃早餐吧 苏慈在厨房里平稳着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刚才她心惊不已 还以为傅南城认出了自己 好在她只是认为自己抱错了人 现在她只想救出奶奶 不想招惹上那么危险的大人物吓死宝宝了 她端着牛奶来到餐厅 正好听到苏雪在说她的坏话 老公 这个苏慈就是乡下来的小丑女 大家看到她都避之不及 毕竟看到她那张丑脸大家都会倒胃口 也就只有我心善 才把她留下来当个女佣 苏慈已经习惯苏雪的冷言冷语 苏慈她抬头看了一眼男人 傅南城坐在餐厅的主位上 手里拿着一份商务报纸 好像没有听到苏雪在说些什么 白天苏慈在上学 放了学她站在路边 本想打车回御园 可是半天也没打到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停在了她的面前 后座车窗缓缓滑下来 露出富裕那张俊脸 她是苏慈的同学 校草出了名的小霸王 小丑女 你现在打不到车的 我送你一程 苏慈打开后车门坐进去 进去就后悔了 因为她看到了一个熟人 前面开车的人 竟然是傅南城 她怎么在这儿 傅南城是傅爵的小书 这也太巧了吧 我也太碎了吧 傅爵说着 小书这位是我同学苏慈 他一直喜欢着 我今天还给我情书 我念给你听听 亲爱的父少 我真的好喜欢你 情书上的文字 让苏慈一阵恶寒 他什么时候给傅爵写情书了 一定是学校的同学恶作剧 用他的名义 写了一封情书给傅爵 一定是学校的同学恶作剧 苏慈不动声色地 打断傅爵的话 是吗 傅南城一双有黑的狭眸 透过后视镜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两个人四目相对 苏慈心跳顿时加速 他不敢跟他对视 因为一对视 他就想起那晚在酒店房间里 盯着他看的眼神 凶狠阴厉 又翻涌着星红的情巢 小丑女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 那我们开始交往吧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苏慈正要有所动作 这时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傅南城在路边停了车 低沉富有磁心的嗓音 在耳畔响起 傅玉下车 小说我还没到呢 傅南城严肃地说 腿断了马 自己跑几步就可以了 心里想着他们两个谈恋爱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别聊什么 苏慈抬头看着冷漠薄情的男人 他一定认为那封情书 就是他写的了吧 很快车子停在了御人门口 男人没有说话 打开车门抓着苏慈的手 别去招惹我小侄子 苏慈愣住了 傅南城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眠 因为床上残留的香气 已经完全消散 所以他又开始失眠了 坐起身子祖母是他的弱点 苏雪再次提醒他 不能让傅南城触摸他 并要求他在早上六点离开之前 不许多睡一分钟 苏慈坐在梳妆台前 却没用粉底遮住脸上的疤痕 反而用卸妆水慢慢将其清除 展出一张清冷绝美的脸庞 一定要小心不能被他们发现 没有这道疤痕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小心隐藏自己的身份 赶快找出奶奶的下落 在主卧室里 傅南城的在思考住 为何眼睛如此前进的小女仆 竟然写了一份如此露骨的情书 给他的小侄子 苏慈缓缓走到床边 心里想着本以为那晚过后 两个人不会再有交集 没想到还要继续假扮苏雪 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床 离他远远地睡在另一边 傅南城 开眼就看到睡在床边的身影 估计动一下就要掉下去了 他不悦地说 睡那么远干什么 过来睡我怀里 苏慈心里并不响 可是现在他是苏雪 如果不睡过去 肯定会让他起医 于是坐起来往男人身边靠去 傅南城忽然伸出手 一把抓住他的手 一个用力将人拉进怀里 然后搂上女人 向坚俊脸埋在他的脖梗去嗅了嗅 这个香气让他迷恋上次 你还没告诉我用的什么香水 苏慈僵硬地躺在他的怀里 说自己没用香水 男人手指把玩着他的一缕嗅发 那你是说这是你的体香 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一点笑意 苏慈脸上一红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少爷 傅南城迅速伸手 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 迫使他抬起头 你怎么叫我少爷了 心想只有那个小女佣 才会叫他少爷 苏慈心里咯噔一跳 他因为紧张都忘记改口了 现在 傅南城狐疑地看着他 连忙解释自己是因为第一次 和他睡在一起 太紧张了 傅南城看着他的小脸 那晚爬我身上的时候 不是挺大胆的 苏慈苍白无力地解释 那是因为当时中了老夫人的药 男人附着淡淡保茧的手指 撒着他的下颌 问他那应该叫什么 想起苏雪那娇滴滴的一声声老公 苏慈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 他想逃避 但是男人捏着他的下颌 强势霸道的作风让人逃无可逃 他飞快地叫了一声老公 然后将小脸躲在了他的怀里 如果有一天 他知道自己怀里搂的是小女佣 会是什么反应 傅南城温柔地说道 睡吧 晚安 一日他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已经六点钟了 立马惊醒坐了起来 他怕苏雪找他麻烦 男子被他吵醒了 开口嗓音带着出醒慵懒语气询问 怎么这么早陪我再睡一会 他能感觉到苏雪已经磨刀霍霍 在门外等着了他只能亲身安抚的男人 让他自己再睡会 傅南城不明白为何他走得这么住击 像是赶时间的样子 苏慈用非常迅速的身影 消失在主卧室中 立刻回房间将脸上的伤疤补好 出了自己房间 遇到了脸色冰冷的苏雪 并询问着为何跟我老公多睡五分钟 是不是他的怀抱太温暖 让你蛇不得出来 苏慈无语的说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 我下次不要让我再去和你老公睡 苏雪一想到苏慈躺在傅南城的怀里 他就极度的发狂 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身上喷了什么香水 把香水交给我 苏慈不明白傅南城和苏雪 为什么都问他喷了什么香水 但还是拿了一瓶给他 苏雪没想到苏慈给他的 既然是某顶级香水的限定款 可这瓶已经被用空了 那我不就要买到这瓶香水 才能上傅南城的床 愤怒的说 你这丑八怪 用什么限量版顶级香水给你用 都浪费了 苏慈抬手一把钻住了苏雪的手腕 给你用就不浪费 那你倒是去买了 这种顶级奢侈品 我求我妈这么久都拿不到 那苏慈是怎么拥有的呢 莫非是去偷的 苏雪想要发飙 但是他的眼睛余光 忽然看到傅南城的身影 从主卧室里走出来 他眸中划过一抹诡异的笑 接着就尖叫了一声 整个人往后跌倒 苏慈 你干嘛推我 苏慈无语地看住他 傅南城的身影走到苏慈面前 指责地问他谁让你动手的 并要求他立刻向苏雪道歉 苏慈先理直气壮说 我没有推他 他是装的 所以我不会道歉 苏雪扯着傅南城的手臂 老公就是他 将我推倒的 傅南城大声地说 趁我现在还愿意给你机会 立刻道歉 苏慈心里想着 我竟然对他还有所期待 我真傻 我不过是苏雪的提身 对他而言 我只是个陌生人罢了 苏雪得意地看住他 此刻苏慈用力一推 把苏雪推倒 嘲讽地说着 少奶奶这一次 才是我推你的 真是对不起啊 说完便潇洒地转身 傅南城也没有料到 苏慈会是这个反应 他看着女孩 轻而倔强地身影 叫住女孩 苏慈冷冷地回复 少爷 我已经跟少奶奶道歉了 我下去干活了 苏雪愤怒地拉住傅南城 让他为自己做主 一个小小女佣 竟然敢这样对待他 傅南城很不客气地说 住以后这么拙劣地把戏 别演给我看 苏雪心虚地想着 他居然知道 哪怎么还帮助我呢 我之所以护着你 那是因为 昨晚你让我很满意 今晚继续来我房间 傅南城没有再看他一眼 直接离开苏雪双眼 极度地都能喷出火来了 才一晚 苏慈就要将傅南城的心 给抢走了 果让傅南城知道 晚上的人是苏慈 那他就完了 他恐怕要失去 傅太太这个位置 苏雪当即拿起手机 拨给了妈妈 开口便让妈妈 快点想想办法 搞到那瓶香水 因为苏慈就是用那香味 才让傅南城念念不忘 雪雪别住急 香水已经托人去买了 苏慈我和你爸 打算准备把他嫁人 苏雪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 露出阴险的笑容嫁人 他们还准备了后里 让苏慈送过去 此刻苏慈看住手机荧幕 显示着梨兰的电话 电话那头说着 你待会来云丽大酒店 谈谈你奶奶的事情 苏慈知道事情 没那么简单 这对母女肯定要搞事了 并传了封简讯给苏雪 我忘了带房卡了 你快给我送过来 不然我进不去了 苏慈拦了一辆计程车 到了酒店 慢慢走了进去 傅南城在车上看到他 心里想着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呢 苏慈直奔黎兰说的 809号房间 这时回廊里 傅南城带着送秘书过来 他看着苏慈先进了房间 紧接着一个男人 也走了进去 秘书接着说 总裁刚刚那位 进去的男人叫孙权 有特殊癖好 听说两个老婆都已经死了 心里嘀咕着总裁 刚刚在楼下 看苏小姐 怎么感觉别有用心呢 并询问着傅南城总裁 要不要把孙少弄出来 他自己进去的 又没人逼他 说完便转身离开 苏慈刚进房间 就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他扭头一看 就看到了一脸猥琐的男人 原来这就是 黎兰月他出来的真正目的 他问男人是谁 因为苏慈是侧着站在窗户边 半遍脸隐在不安的光线里 孙权只看到他完好的半张小脸 好美啊 我叫孙权 你就是苏家给我送来的新娘 说着他急切地扑了过去 苏慈一个侧身闪开 孙少正个扑倒在地上 跌了一跤 这时他将整张脸都转了过来 孙权就看到女孩 那半张脸上猙獰的疤痕 你这个丑八怪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苏慈竟然将你这种货色送给我 苏慈连忙开口 让他不要生气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有个妹妹叫苏雪 她是叶成第一美人 想必她才是苏家送给你的新娘 孙权问 那他人呢 才刚说完 就见苏雪把门打开 走了进来 他收到了苏慈的短信 为了让苏慈和孙权顺利发展 他只能过来送房卡 只是他刚进房间 就被 个男人抱在怀里 当孙权看他那张绝美的脸 猥琐的双眼当即蹦践出兴奋的光芒 叶成第一美人果然名不虚传 新娘子你可算来了 苏雪顿时猛了 放开我 你搞错了 苏子才是你的新娘 苏雪喊着叫救他 苏慈冷猛说道 叶成第一美女才能配得上孙杀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关了上门离开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是傅觉还以为傅玉是开玩笑的 怎么一直骚扰我 于是苏慈不理他继续走着 可是这时前方走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慌乱地找地方躲 他试着推开手边的一个总统套房的房门 他快速 躲了进去 是傅觉好像也直奔这个总统套房而来 嘴上还一直喊着小叔 苏子倒吸一口凉气 这不会是傅南城的房间吧 苏子扫了眼这个偌大的房间 然后跑到床边 钻进了被子里 沐浴间的门开了听声音 苏子已经确定这就是傅南城了 所以他为了躲避富裕 躲到了傅南城的床上 小叔听说你娶了夜城第一美人苏雪 这么大事情都不跟我说说 什么时候要让我见小婶呢 男子开口说好过两天来家里吃个饭 察觉到了一场床里面有人 苏子那张有着长长伤疤的小脸 闯入了他的视线 他怎么会在这里 傅觉这个角度看不到里面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纳闷道 小叔 你看到苏慈了吗 他今天也在这家酒店 但是我没看到他 打他电话他也不接 他用祈求的眼神 看着他那双好看的眼睛 仿佛在说 不要将我供出来 就让我躲一会儿吧 傅南城表示想得美 伸手想将他从自己的床上拎出去 就在此时 苏慈扑过去一把抱住男人的腰身 少女身体突然扑过来 让傅南城和他一把将女人的发丝扯断 傅南城深色星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他 怒喝着从我床上滚下去 苏慈迅速下去站在他的面前 解释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房间 他也是听了他的警告 为了躲他 小侄才无意识躲进这个房间 傅南城伸出修长的手指捏住他的下额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充满了讥讽 还不承认你刚才跟那个孙权去开房了吧 苏慈争了一下 原来他看到了我 那是因为男人完全不想听他的解释 一边吊着我小侄的胃 一边又跟孙权来开房 现在还爬上我的床 苏慈 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 究竟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看着男人暴怒的样子 苏慈突然勾起一抹淡淡的笑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难道你被勾引到了 男子愤怒的道你说什么 苏慈调侃说着 莫非不是马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不甘心被我这种女人勾引到恼羞成怒了 傅南城的眸色属然暗沉了下去 他抬手一把掐住了他纤细的紧薄 苏慈 你找死 苏慈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一张小脸迅速涨红 窒息感越来越强烈 他要将她掐死 但他不想死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当即凑上前稳住男人的脖唇 此刻男人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真的是疯了 那晚的女孩是苏雪 我怎么觉得这个小女佣更像她 傅南城还是警告着苏慈 这是最后一次再敢爬上我的床 肯定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接着继续说再怎样 我也喜欢漂亮的女人 别妄想我对你没兴趣 苏雪默默心里想着 谁稀罕让你感兴趣 苏慈进了洗手间后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傅南城讨厌她没有关系 反正救出奶奶 她就会消失在她的眼前 然后走出了云丽大酒店 努力将刚刚发生的一切 全都忘记 这时傅玉从前方跑了过来 小丑女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找了你一旦天了 苏慈心想 这个阴魂不散的傅玉 竟然找来了 看来刚刚真的是白躲她了 目光冷淡地看过去 傅少找我有事吗 非要有事情 才能找我女朋友骂走 跟我约会去吧 苏慈解释到 傅少那封情书 不是我写的 我也不喜欢你 不会做你女朋友的 苏慈想要离开 但是这时傅玉瞪大双眼 无比震惊地看住她 天啊 苏慈 你长这么漂亮 前马半丑啊 这时傅南城的身影 从酒店慢慢走出来 傅玉发现傅南城在那 当即大声叫道 小叔你快看苏慈的脸 苏慈立刻躲在他身后 不让傅南城看见自己的脸 傅少请不要将我办丑的事情 告诉别人 尤其是你的小叔 傅玉好奇地问 为什么啊 因为这其中 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傅少求你了 千万帮我保密 别说出去 见苏慈的神色这么严肃 傅玉接着说 我可以答应你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他一问住问什么事 当我女朋友 他连忙拒绝不行 我都说了不喜欢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先走了 一抬头就看到一段身影 傅南城冰冷的眼神 盯着自己 只好继续躲在傅玉身后 男人看到这一幕 更加怒了 朝他们走了过去 傅玉笑一笑 那你当我一个月的女朋友 如果一个月你没喜欢我 那我就不缠住你了 再不答应的话 就要穿帮了好 我答应 我现在去补个妆 苏慈转身跑了 这时傅南城走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苏慈消失的方向 不悦地鸣起了薄唇 傅玉 你在这里嚷嚷什么 我好像听到你 让我过来看苏慈的脸 苏慈的脸怎么了 哦小说 我让你过来看看苏慈的脸 有多丑 我发现今天的苏慈 又比昨天的苏慈丑了一点 哈哈 刚补完妆反身回来的苏慈 小丑女快过来 小说 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 小丑女是我的女朋友了 她已经答应跟我交往了 苏慈感觉傅南城 冰冷犀利的目光 落在了她的身上 快要将她给盯出几个洞来了 刚从她的床上下去 现在就做了她小只的女朋友 也不怪她 会以为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了 总裁 会议在半个小时候就要开始了 我们该回公司了 这时 宋秘书低声提醒道 傅南城收回目光 转身离开 她终于走了 苏慈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小丑女 我很讲一起吧 你办丑的事情我一点保漏线 走 我们约会吧 今晚我请你看电影 不要副哨 我不想看电影 我先走了 苏慈跟着离开 刚离开 这是一串悠扬的手机铃声响起 黎兰给她打电话了 苏慈按键接通 喂 妈 苏慈 你现在立刻回家一趟 黎兰声音冰冷地将电话给挂了 苏家 一进客厅就听到了苏雪的哭声 妈 这是苏慈发我的简讯 她故意将我约到809号房 让孙权欺辱我 苏雪现在衣衫不整 身上还挂着彩 看着毫不凄惨 黎兰心疼地搂着苏雪安慰 这时看到苏慈回来 她当即站起身指责道 苏慈 你真是太有心机太恶毒了 你竟然将你妹妹 骗到809号房给孙权欺负 你知道孙权是什么人吗 伸手要扇了过去 苏慈站在客厅里 抬头看着黎兰 轻轻笑了 原来妈也知道 孙权是什么人啊 我还以为妈不知道呢 抓着苏兰的手 这时 苏昌蓉一脸阴沉地走了进来 黎兰当即问道 老公 孙少那里怎么说的 刚才苏雪情急之下 用台灯砸了孙权的脑袋才逃脱的 孙权捂着后脑勺的血 冲到苏家 要找苏家算账 苏昌蓉是赔笑又赔罪 现在心情相当不好 还能怎么说 孙家在CC香水那边有人卖 前段时间通过孙少的千桥搭线 我们苏氏已经将投标书 成功送到了CC香水那里了 只要苏氏跟CC香水达成了 合作 那我们苏氏就要坐上 香料界的龙头宝座了 可是现在苏雪 将人家孙少的头给砸了 孙少扬言 要断了我们跟CC香水的合作 说着 苏昌蓉瞪了苏雪一眼 苏雪无比的委屈 爸妈 这件事都怪苏慈 我是无辜的呀 苏昌蓉不愿地看向苏慈 此次 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乡下长大 疏于管教 但你也不能也成这样 你知道孙少和CC香水 对我们苏家有多重要吗 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为了跟CC香水合作 你们可以将自己的女儿给卖了 苏昌蓉 你 此次 孙少在CC香水那里说得上话 那可是 CC香水 他这根线 不知道多少人想搭上 你是苏家的女儿 就应该为苏家出一份力 李 蓝道 苏慈 李蓝怒道 你看雪雪这张漂亮的脸蛋 她可是夜城第一美人 又嫁给了夜城首富富南城 她怎么处理 还有千柔 千柔是夜城第一名媛 学历高步说 在条乡里还有天赋 前两年被送法国深造 是我们苏家未来的希望 她怎么处理 这时苏雪插嘴道 苏慈 我们都知道你极恨千柔姐姐 恨她抢走了 你这么多年苏家千金的身份 但你就是乡下来的小丑女 跟千柔姐姐有云泥之别 我只认千柔姐姐 是我姐姐 苏慈冷笑 她一直都知道 她在这个苏家是个外人 苏千柔在夜城名声很响 自幼被苏家荡千金名媛栽培 相当优秀 有第一名媛之称 苏家又是至乡的 苏千柔在条乡上有天赋 几乎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所以 当初知道抱错孩子时 苏家根本舍不得苏千柔这个假千金 反而嫌弃起她这个 在乡下长大的丑女真千金 而苏雪是小女儿 整容过的这张脸 被所有人荡成宝贝 盼她嫁入全罚贵胄家 她也不如使命 嫁给了第一财罚富南城 只有她苏慈 被所有人看不起 某人爱 可以随时为了苏家牺牲 苏慈挺着了鲜柔的腰杆 我是想为了苏家处理 但我是从乡下来的小丑女 人家孙少看不上我 帮不了你们了 说完 苏慈直接转身离开 逆女逆女 苏昌荣气到心口疼 苏慈出了苏家 她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简讯 将苏氏的投标书 打包退回去 很快那端就回了一条 是 Boss 苏家 苏昌荣接到了一个电话 她面色大变 CC香水那里 将我们的投标书 给打包退回来了 这时苏昌荣想起了一件事 雪雪 你那里怎么样了 有毛友跟傅南城同房呢 傅南城究竟什么时候 公开我们的关系 虽然苏雪嫁给了傅南城 但是是隐婚 毛什么人知道 毛人知道 苏雪就是傅太太 也毛人知道 她是首富大人的老丈人 说到这个 苏雪有点吞吞吐吐的了 爸爸 我那里发展不太顺利 还毛友同房 啪 苏昌荣一巴掌拍在了茶几上 毛用的废物 想跟CC合作都要求人 如果傅南城肯公开关系 那现在都是别人来求我了 长蓉 你再给雪雪一点时间 黎兰护着苏雪 苏昌荣面色阴沉 时间我可以给 但是你们不要把事情搞砸了 要知道 傅南城的这段婚姻 本来就不是雪雪的 是我偷来给她的 黎兰和苏雪脸都一白 以苏家的地位 根本就够不上顶级豪门傅家 更别说跟傅家掌权人 傅南城联姻了 苏慈回到了御园 正准备休息 很快 苏雪也跟着回来了 苏慈 你去洗个澡 今天晚上继续陪傅南城睡 什么 还要陪傅南城睡 苏慈以为睡一晚就好了 毛想到 今晚苏雪还让她去 难道她要每天晚上 都陪傅南城睡觉吗 苏慈 你愣着干什么 我让你去睡你就要去 别忘了 你奶奶还在我手里 苏雪又开始威胁 想到奶奶 苏慈目光闪了一下 好 我去 傅南城的怀抱 那么宽阔那么温暖 今晚我就再替你去睡下 苏雪当即将指甲 掐入了自己的手心里 艳羡又嫉妒 作为傅太太 她都还毛有睡过傅南城的怀抱 傅南城在沐浴间去冲澡 冰冷的水液从头顶洒了下来 溅在她结实的肌肉上 然后弹剑开 她脸着俊眸 沉默地冲着冷水澡 脑海里都是那张 有着一道长长伤疤的小脸 她竟然无视她的警告 真的跟她小智谈恋爱了 她会不会将勾引她的招数 又在她小智身上用一遍 她究竟有过多少男人 身体有多脏 心里恼她 但是更恼的是自己 因为也许她说的某错 她真的被她给勾引到了 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 关了脸蓬头 傅南城穿着黑色丝绸睡衣走向床 一上床就嗅到了女孩身上 那股清甜的体香 徐徐诱惑着她的神经 傅南城扭头看着身边 这道鲜柔的身影 然后伸出剑壁 将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嗯 睡梦里的女孩英明一声 缓缓睁开了心松睡眼 吵到你了 她回来了 她又睡到她怀里了 苏慈抬头 见她英俊的眉心 一直微微醋着 她不禁小声问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 苏慈那个小女佣吗 别提她 果然是因为她 她就这么讨厌她吗 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重了 傅南城伸手捏住了她小巧的下颌 看着她这张漂亮淫欲的小脸 我只是不想谈这些烦心事 是不是吓到你了 苏慈摇了摇头 傅南城的眸色就暗沉了几个调 负着脖茧的拇指 火从她的红唇瞬间燃烧到了她的全身 苏慈咬了一口 抬手去推她 傅南城吃痛 放开了她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被咬的唇角 竟然擦出了血 她将她给咬破了 什么意思 嗯 她面露不悦 尾掉青阳的一声 恩 透着无比的强势 苏慈现在有口难言 这是她集中生智 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不是拒绝你 我晒小日子了 身上不方便 真的 傅南城有点狐疑 苏慈用力地点头 一脸真诚地看着她 当然是真的 傅南城这才信了她 她的大手落在她平坦的小腹上 轻柔地打着圈 肚子疼吗 不疼 苏慈乖巧地窝在她的怀里 刚才紧绷的神经 跟着慢慢松懈了下来 这时 头顶就传来了她低雅性感的嗓音 你来小日子 应该也可以亲吻的吧 视线里一黑 男人挺拔地身躯压了下来 再次稳住了她的红唇 她身上有一种 类似于冷山的轻烈男人味 高级香氛 混合着她身上狠烈的雄性荷尔蒙 让人闻了 就要身体发软 苏慈连忙抬手 拽住了她胸前的睡衣 正得不知所措 傅南城毛友闭眼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她 她这双碎亮的成眸 在被吻之后 惊起了一路水碌碌的波光 像受惊的小鹿 这份干净青唇无可比拟 狭长的眼梢里落上星红 她微微松开她的唇 哑声问 毛跟别的男人亲过 她怎么问这个问题 苏慈休闹地无法回答 傅南城看她的样子已经懂了 她毛友 虽然知道那天晚上是她的第一次 因为床单上有落红 苏雪太干净了 这些年她身边一个女人都毛友 但是三十岁的男人该懂的都懂 她也是成熟且正常的男人 她这么干净 她心底多了一层联系 至少她不像那个不懂自爱的小女佣 到处招惹男人 放轻松点 她再次吻上了她 苏慈明显感觉 这一次她变得温柔了起来 她轻轻地碾压过她的红唇 极尽耐心地对她 不知道轻了多久 傅南城将她松开她 将她暴露怀里 睡吧 苏慈将红得能滴出血来的小脸 埋在了她的怀里 闭上眼 嗯 晚安 一日清晨 苏慈在六点钟之前出了主卧 她在脸上补上伤疤 开始干活 这时苏雪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 傅南城醒了吗 对了 昨晚我说我来小日子了 你不要传帮 苏雪当即抓到了重点 你说来小日子了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 难道昨天晚上傅南城想碰你 苏雪心里的醋痰子 当即被打翻了 苏慈你这个贱人 一定是你主动勾引傅南城的 要不然 他怎么会碰你 苏慈看了他一眼 所以 你为什么要将一个小贱人 送到傅南城的床上 苏雪发现 打嘴仗这件事 他从来就卯赢过 这个灵牙利齿的苏慈 永远是将他按在地上摩擦再摩擦 这时苏雪突然想到了什么 傅南城还卯有行 那他现在就可以 苏慈 等过个十分钟 你就进主卧 把昨晚傅南城换下的衣服给收了 看着苏雪那充满算计的笑容 苏慈就知道 他又在盘算什么了 他点头 好 苏雪快速上了楼 推开了主卧的房门 傅南城还卯有行 他的机会来了 苏雪轻手轻脚地来到床边 然后掀开被子躺了进去 现在傅南城就在他的身边 看着男人那张熟睡的俊年 苏雪心痒难耐 他终于可以睡到他的怀里了 苏雪慢慢地一过去 近了近了 他将自己的脑袋 靠在他精瘦的胸膛上 可是还某有靠道 傅南城就警觉地睁开了眼 男人那双阴损般的立谋 直直地射向了他 你干什么 就差这么一步 他竟然醒了 苏雪有点心虚道 老公 什么干什么 我陪你睡觉 看着眼前的苏雪 傅南城薄唇一鸣 白天的苏雪 果然还是 让他这么反感厌恶 下去 让周婶将床单被子全部换掉 以后白天不许上我的床 他冷声道 苏雪下的脸色一白 这时大一声 竹窝的房门打开了 苏慈出现了 老公苏雪当即伸手 拉下了吊带睡裙一侧的肩带 将白皙的娇姬 和若有四屋的春光露了出来 然后他娇滴滴地扑进傅南城的怀里 老公 你好坏 人家来小日子了 傅南城被这么一扑 眉头紧皱 他扭头看向了门边 苏慈那张长长伤疤的小脸 落进了他的眼底 此时他站在门边 显然猛想到会 看到他和苏雪在床上的这一幕 愣了一下 傅南城心情更不好 薄唇先动 滚出的字眼森然甚人 某人叫你做女佣的规矩吗 男主人的房门 是你想开就能开的 滚 苏慈转身就跑了 傅南城下了床 居高临下地冷腻着他 以后除了晚上都不要来碰我 再有下次你的手就别想要了 苏雪来到苏慈的面前 故意笑道 苏慈 你被骂了吧 这下你该认清现实了 我老公只是叫你当成我了 你知道我老公为什么这么生气吗 因为刚才你打扰了我们的好事 昨晚你为什么要说我来小日子了 要不然我跟我老公斗 苏雪越说越暧昧 苏慈毛什么表情 原来苏雪让她十分钟过去 就是为了让她看到他们夫妻在一起的 男人那身滚 对她满满的讨厌 昨晚果然只是梦 甚至她都不知道梦里是她 记住的只有她一个人罢了 这时大门被打开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小叔 小叔 你起床了吗 苏雪迎上前 傅少 你怎么来了 傅爵双眼一亮 当即道 小丑女 你怎么也在这里 姨 你脸上的伤疤呢 你今天不半丑了吗 苏慈一听就知道 傅爵将苏雪当成她了 毕竟两个人的脸一模一样 苏慈想说话 但是这时 楼上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嗓音 什么半丑 傅爵 你在说什么 苏慈心里咯噔一跳 糟了 傅南城听到了 傅爵这才看到苏慈 他又看了看跟苏慈 长得一模一样的苏雪 这位不会是他的小婶婶吧 小婶婶怎么跟苏慈长得一样 傅爵猛了 傅南城的目光落在了苏慈脸上 深邃的霞眸缓缓缓咪了起来 以前他怎么某发现 苏慈毛有伤疤的左半边脸 竟然跟苏雪很相似 如果将他右脸上的伤疤挡住 那他 傅南城看着苏慈 过来 苏慈心里铃声大噪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难道 今天就要穿帮了吗 整个客厅的气氛 竟然紧张了起来 傅爵和苏雪 已经大气不敢出一声了 苏慈来到了傅南城的面前 少爷 你有什么吩咐 把你脸上的伤疤挡起来 我来看看你的脸 是不是跟苏雪是一样的 少爷 我 你不动手 那我就动手了 傅南城将他扯到了自己的面前 然后伸手挡住了 他脸上的伤疤 他清冷觉厉的小脸 就露了出来 果然和苏雪是一模一样的 傅南城看着他这张肌肤 如白色的小脸 还有这双水露银亮的成眸 这张脸 岂止跟苏雪是一样的 还跟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睡在他怀里的 那张小脸是一样的 傅南城眼里 像打翻的浓稠墨汁 油黑危险的 让人如临深渊 你的脸怎么跟苏雪的一模一样 老公 苏慈照着我的脸去整容了 后来整容失败 脸上留了这道把 苏雪 苏慈只能先认下了 是的 那你有毛友骗我什么 比如 把这道伤疤挡起来 冒充苏雪 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看 说出了让他心惊肉跳的话 苏慈一手的冷汗 他开始怀疑了 苏慈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他还不知道 他脸上的伤疤是假的 这件事除了复觉某人知道 怎么可能少爷 就算我用厚厚的一层粉底 将这道伤疤遮住 作为你的枕边人 你也一定会看出来的 这个根本冒充不了 傅南城敏唇 的确 这两晚睡在他怀里的女孩 一点装都毛有化 小脸蛋干净软嫩 毫无瑕疵 而他脸上这么一道长长的伤疤 用粉底遮住他 肯定会看出来 难道 是他多疑了 你们最好不要骗我 要不然有你们后悔的 傅南城丢下一句 威慑警告的话 然后转身离开 他走了 那股强大压迫的气场一抽离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好险好险 差一点就被傅南城 给发现真相了 傅觉走上前 小丑女 你怎么在我小叔这里做女佣 这样吧 我小叔给你多少工资 我给你翻呗 你到我那里 做我的个人专属小女佣 让人浮想联翩 傅少 你怎么会喜欢上苏慈 他可是一个整容货 苏雪道 苏雪极度地咬紧牙龈 他不知道 苏慈什么时候勾搭上傅家 这位小霸王的傅南城 喜欢苏慈就算了 现在他小侄也对苏慈感兴趣 为什么一个男人两个男人 都为苏慈着迷 他不服 小丑女 怎么样 跟我走吧 以后本少养你 本少有的事前 傅觉 这时傅南城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 他去而复返了 小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金融和管理学的怎么样了 傅觉顿时哀嚎连天 不要小说 那我通知你爸 让你爸听了你所有的信用卡 傅南城面无表情 傅觉 这时傅南城低沉不悦的嗓音响起 他去而复返了 小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今天跟我一起去公司 我要考察一下 你最近的金融和管理学的怎么样了 傅觉顿时哀嚎连天 不要小说 那我通知你爸 让你爸听了你所有的信用卡 傅南城面无表情 好 小说 我跟你去公司 傅觉不舍得对着苏慈摆了摆手 小丑女 我有空再找你玩 叔子俩终于都走了 苏慈垂下雨节 这时丁一声 他手机来了一条简讯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立刻跟我小致分手 简单霸道的几个字 就算这是陌生号码发来的 苏慈也猜出 这是傅南城了 傅南城给他发了资讯 让他跟傅觉分手 他怎么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呢 苏慈看向苏雪 苏雪 说吧 我奶奶究竟被你们藏到哪里了 苏慈 你当我傻呀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卯了你奶奶 你就不会乖乖听我们的话了 那你看这是什么 苏慈拿出了一张照片 是昨天在酒店里 孙权将苏雪给压在床上的照片 苏雪面色大变 你什么时候拍照的 快点把照片给我 苏雪 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奶奶在哪里 我就将这张照片发给傅南城 如果让傅南城知道 你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 不但你傅太太的位置会不保 家也会跟着遭殃的吧 苏雪脸色一白 他卯想到自己昨天被苏慈算计 今天又被他给拿捏 这个苏慈实在太不好对付了 苏慈 不要告诉傅南城 那你还不快说我奶奶在哪里 苏雪咬着牙道 中山医院311病房 苏慈勾纯 苏雪 这次谢谢你了 我先走了 还有我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 他不回来了 那今晚谁陪傅南城睡觉 苏雪顿时急地向热锅上的蚂蚁 晚上 傅南城带着宋秘书 回到育员 进了书房 傅南城坐在办公椅上 正在批阅档案 他卯抬头 嗓音低沉淡漠道 联络到CC那里了吗 联络过了 不过 CC那里 还卯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宋秘书恭敬地回到 傅南城皱眉 这么大的架子 让人送一杯咖啡过来 是 很快 书房门被推开 周沈将咖啡送了过来 少爷 你的咖啡 傅南城放下了手里的钢笔 苏慈那个小女佣吗 刚才我回来 就卯有看到他 他不干活在干什么 回少爷 苏慈那个小女佣辞职了 辞职了 难道他去他小职那里 做什么个人专属小女佣吗 他已经警告过他两次了 第一次让他离他小职远点 第二次 让他立刻和他小职分手 他竟然敢这样 无视他 傅南城拿出了手机 翻出苏慈的电话号码 然后拨了过去 中山医院 苏慈正在病房里陪奶奶 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奶奶 这两年 奶奶消瘦了很多 精神状态也不好 昏昏沉沉的 还毛有苏醒 苏慈拿出一颗香丸 放入奶奶的嘴巴里 然后握着奶奶的手 静静地守在奶奶的身边 这时 手机就响了 是傅南城打来的电话 他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现在找到奶奶 他就不受治愈人了 那个预员他不会回去了 也不会再做小女佣了 他已经跟这个男人没关系了 至于云丽酒店里 信号信号给他 还有睡在他怀里 与他共度的那两夜 就当一场梦吧 反正他也不知道 苏慈挂断电话 然后将他的号码 直接拉入了黑名单 傅南城身上的温度已经骤降 因为苏慈将他的电话给挂了 他竟敢挂他的电话 他再次拨过去 电话提示音传来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他又拨了两次 还是一样的提示音 那个总裁 这时 宋秘书小心翼翼的开口了 你不要再打了 苏小姐的电话不会打通了 为什么 因为苏小姐好像将你拉黑了 拉黑他 傅南城从来某有被人拉黑过 他幽黑的毛子瞬间凝结成冰 一张俊脸 阴雾道能滴出冷水来了 CC香水那里的回复来了 总裁 CC那里回复了 他说 说 怎么结巴了 是真的不会说话了吗 CC说他现在很忙 如果总裁 想调香的话 要跟他的秘书预约 排队 什么 傅南城的眼风再次飘了过来 你还是不要说话了 滚出去 宋秘书一溜烟地跑 现在书房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傅南城只觉得心情郁节 不知道是被CC那里气的 还是被苏慈那个小女佣给气的 不怕死的见过 但是今年特别多 傅南城起身来到落地窗前 这个位置可以俯视整座城市的夜景 如今的他 也站在了金钱权势地位的巅峰 很少能有什么人 什么是影响他的心智 他有着过于常人的冷静和克制 可是谁又知道 意外会不会在明天来临 对他而言 苏慈那个小女佣 就像是突然闯入他生活的意外 他发现自己的心情 开始被他左右 这是一个很坏的迹象 走了也好 以后两个人不会再有交接 傅南城出了书房门 少奶奶呢 让他进我的房间 少爷 少奶奶刚刚回娘家了 听说少奶奶的妈妈摔了一跤 他赶回家照顾妈妈去了 他回了主卧 冲了冷水早上床睡觉 可是今晚的夜格外的漫长 他怎么都睡不着 一日 傅南城先去了公司 整个傅式阴云密布 因为大家都感觉到 自家总裁心情不佳 大家不敢惹火烧身 有人找到 宋秘书悄悄地问 宋秘书 谁惹到我们的大了 大概是因为一个小女佣吧 小女佣 哦 当即挠不出了一步 大总裁爱上小女佣的爱情故事 下班了 夫人不在御园 回去另外一个家吧 刚进家门 苏慈边跑边 回头看傅盈盈 很快 她一头撞进了一副 精硕的胸膛里 当少女曼妙柔软的身体 突然扑进怀里时 傅南城阴亭的身躯 疏然僵住 竟然是这个小女佣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说 你怎么来了 这时傅盈盈出生到 小说 为什么又是小说 苏慈和傅盈盈是同学 傅盈盈右脸上有一块胎记 被叫丑女 跟苏慈也算是同病相连 傅盈盈虽然被叫丑女 但是她乐观向上 性格非常好 一来二去 就和苏慈成了好朋友 傅盈盈从来某有像同学透露过 她是傅家的千金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 苏慈感觉自己掉进腹窝了 小说 你怎么还抱着我家慈慈的腰 我家慈慈 可是男人最顶不住的一尺六小蛮腰 小叔你就说你 抱着顶不顶吗 苏慈这才发现 他还抱着自己 男人有力的贱臂 孤在他的软腰上像烙铁一般 他当即挣扎了一下 想摆脱他 傅男成抱着他的时候 就发现了 他细软如此花瓶口的腰 堪堪一握 他一巴掌就能握住 他忍不住多抱了一会儿 这时女孩开始挣扎 他才放开了他 盈盈 你不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吗 怎么带着人一起住进来了 这时傅盈盈拉住了苏慈的小手 小叔 慈慈是我的同学兼好朋友 是我邀请慈慈进来一起住的 他的西装衣袖 他柔白的几根手指 移到他的小脸上 只见苏慈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成眸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傅总 求求你了 我奶奶进了医院 每天都需要昂贵的医疗费 我真的忙有地方去 傅男成的目光落在他烟红的唇上 他细白被尺轻咬过的地方 迅速失去了那层水红的颜色 不过很快就会弹回去 娇嫩可人 傅男成突然就想起了 前天晚上在主卧里 和女孩那个缠绵翡翅的亲吻 猴头点痒 然后他道 等你找到房子 立刻搬出去 说完他上了楼 终于留下了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了书房里 苏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男人吃软不吃硬 傅盈盈拉着苏慈进了房间 将苏慈按坐在了椅子上 慈慈快坐好 现在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好东西了 可以拒绝吗 苏慈想起上一次傅盈盈 分享给他的好东西 一本不良杂志 这时傅盈盈神秘兮兮地 拿出来一本小册子 当当当 慈慈 这就是我的后宫花名册 里面一百个美男子 任你挑 苏慈 慈慈 这个小奶狗怎么样 每天谈恋爱黏着你 好甜啊 这个大叔呢 有盐有钱把你当女儿宠 我不喜欢 那这个这个呢 哇塞 两个人丝毫某察觉到 此时一道高大挺拔的身躯 已经来到了门边 傅南城来了 站在门边就看到两个女孩 坐在那里 他们的声音 自然也清晰地传递到了他的耳膜 当即打开了房门 沉声训斥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傅南城竟然来了 乍然听到男人的声音 苏慈吓得立马从椅子上 弹战了起来 傅总 我们 毛友干什么 傅南城健步来到他的面前 鹰雾强大的气场 迅速在他面前 附下一层阴影 那这是什么 傅音音敲咪咪地 将那本花名册 推到了苏慈的手边 然后仰着一双无辜的大眼 看着苏慈 此此 我都说了 我们现在是学生 不要想着谈恋爱 男人 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苏慈瞪大双眼 看着傅音音 还有这操作 傅音音决定给苏慈好好上一课 他拿起笔 开始做作业 小叔 我可是好孩子 是慈慈拉着我看的 这个好孩子 绝对是苏慈今年 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傅南城拿起那本花名册 随手翻了一下 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花美男 堪笔大型后宫 看得人眼花缭乱 他怒极反笑 苏慈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你自己不学习 还要带坏我侄女 苏慈 瞧你这话说的 你侄女还需要别人带坏吗 苏慈一双水漉漉的沉默望着他 试图辩解道 傅总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哦就准 你们男人看美女 我们女人看帅哥犯法吗 再说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谈性色变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难道我们就不能接受一点性教育吗 看着女孩 阵阵有词的伶牙俐齿 傅南城脸色阴沉猫说话 如果这个小女佣 再敢挑战她的底线 傅总 拂袖离开 男人一走 傅盈盈当即讨好地扑了上去 慈慈 刚才委屈你了 苏慈表示 有一个小船已经翻了 她收拾书本就走 慈慈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这样吧 刚才的画名册你看上谁了 我去把她的腹肌照弄给你 谢谢宁恋 东宝看上的 不应该啊 这些都是我珍藏的极品 虽然这些极品都不如我小叔 慈慈 你有毛友看上我小叔 我去把我 小叔的腹肌照弄给你 苏慈炸开了 她惊恐地看着傅盈盈 不知道她的脑袋里 怎么有这么可怕的想法 别害我 我不要 说完苏慈就走了 说到其他男人 她毛友反应 但是一说到她小叔 她就被点燃了 这真是像极了爱情 傅盈盈了然地点了点头 原来苏慈真的看上她小叔了呀 有眼光 毛问天 这张腹肌照交给她 一日 苏慈早早地起了床 她先去了别墅的后院 这里已经被她改成花房 这也是 她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的原因 这个一瓶兰 她就选址在了这里 培育世间罕见品种 但是这里寸土寸金 又是傅家的私人产业 所以 她毛能拿下这里 当好朋友傅盈盈 邀请她搬过来一起住时 她双眼都亮了 谁知道 这是傅南城的产业 苏慈走到了这朵幽灵鬼蓝边 经过她多日的细心呵护 白色如鬼魅的鬼蓝 很快就要绽放了 到时 她会研磨成香膏 帮傅盈 驱除脸上的先天胎记 现在想来傅南城找上 CC条乡 也是为了傅盈盈这个侄女 一切都是这妖巧合 苏慈盈盈感觉自己 跟傅南城这个男人 冥冥之中 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络 怎么断都断不开 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是中山医院打来的电话 魏苏小姐 你快点过来吧 你奶奶醒了 奶奶苏醒了 苏慈直奔医院 病房里 苏慈伸手抱住了奶奶 奶奶 你终于醒了 我好想你 奶奶虚弱地睁开眼看着苏慈 然后抬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疼爱道 原来是我的慈慈 这个时候 苏慈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因为在奶奶的怀里撒娇 她不再是任何人 只是一个需要疼爱的孩子 慈慈 你的玉佩呢 把你的玉佩拿出来给我看看 玉佩 苏慈想起 玉佩不在自己的身上 放在苏家了 奶奶 玉佩在苏家 我马上过去 把她拿回来 奶奶已经虚弱地闭上了眼 好的慈慈 玉佩不能丢 要记得去拿回来 我再睡一会儿 苏雪看到苏慈惊讶到 苏慈 你怎么回来了 苏慈清冷的眼神看不去 我来拿我的玉佩 苏慈卯想到苏慈这个时候 想起了玉佩的事情 玉佩卯了 被他们交给傅佳了 换来了这门婚姻 他们也不懂 为什么这块玉佩 有这么大的威力 竟然让苏家攀附上了 顶级侯门傅家 其实 傅佳真正要娶的是苏慈 苏慈才是傅南城 真正的傅太太 苏慈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什么玉佩 你跟我们要玉佩有证据吗 如果你毛有证据 我们可以告你诽谤 苏雪里直气撞到 那我去你的房间找 苏慈 不许进我的房间 苏雪去拦苏慈 滚开 苏慈伸手将苏雪用力的一推 苏雪的鼻子 直接撞到了墙壁上 苏雪崩溃的尖叫 捂住自己的鼻子 跑到镜子面前一看 她的鼻子流鼻血了 这时捂住鼻子的苏雪 来了一个电话 是傅南城打来的 苏雪迅速接通 喂 老公 你现在在哪里 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我们回傅家一趟 我母亲要见你 傅南城低沉辞性道 什么 见婆婆 她现在鼻子歪了 怎么见人啊 苏雪想推脱的 但是那端嘟嘟两声 直接挂断了电话 现在该怎么办 苏雪当即看向了苏慈 苏慈 你去 你跟我老公一起去见我婆婆 这个苏雪 还想让她当替身 而且 这一次 让她去见傅南城妈妈 我不去 苏慈 如果你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反正我也保不住傅太太这个位置了 我去告诉傅南城那个晚上其实是你 是你把她给睡了 你还顶替 我陪她睡了两个晚上 你说知道真相的她 会不会将你给掐死 苏慈脚步一顿 会 傅南城一定会将她给掐死的 其实傅南城已经掐过她脖子了 现在那骨子可怕的窒息感 似乎还在 苏慈闭了闭眼 好 我去 苏慈来到了傅家 傅南城已经在等她了 怎么来得这么慢 我 我第一次见婆婆 有点紧张 所以慢了 傅南城并不喜欢白天的苏雪 但是今天的她 将脸上的妆给卸掉了 露出了一张干净白痴的小脸 长长的黑发烟到雪白的耳后 水露露的成眸 绣穷的小鼻翼 还有烟红的唇 无一不动人 傅南城看了她两眼 突然觉得 她像是换了一个人 今天卯化妆 她的嗓音揉了几分 嗯 如果你喜欢我化妆的话 我现在就去化 不用 我妈在里面等很久了 我们进去吧 好 傅南城向她伸出了自己的大掌 我妈一直催着我结婚生孩子 在我妈面前 我们要扮演爱夫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说字乖乖地 将自己柔软的小手递给她 傅南城握住 带着她进门 刚走进客厅 就听到了傅夫人林湘玉 左孤右盼的声音 我儿杂举给我带着袭了 怎么还没有带回来 给我把这门 待会儿要是她一个人回来的 就把门关上 让她别回来了 傅南城 妈 傅夫人一眼就看到了 傅南城身后 那道娇柔的身影 她当即扑上去 儿杂 你可算回来了 妈等你好久了 这位就是我的好儿媳苏雪了吧 妈 苏慈乖巧地叫了一声 好 好好好 傅夫人当即应下 她对这个儿媳十分的满意 雪雪 其实妈早就敬养你大名了 我 对呀 你就是将我儿子给采了的 那个采花大盗啊 苏慈巴掌大的小脸 疼一声烧开了 那个刻意埋在记忆深处的夜晚 顿时浮现在了脑海 雪雪 我想独家采访你一下 我儿子这朵高龄之花怎么样 那一晚她可还是一个纯情 傅夫人暧昧得挤眉弄眼 其实苏慈早就猜出 那晚她是第一次了 现在得到证实 她当即向男人看了过去 傅南城身高腿长地站在一边 深邃的狭眸也正落在她的身上 妈 那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傅夫人哈哈大笑 雪雪 我们一起包饺子吧 今晚我们一家人吃饺子 好 苏慈跟着傅夫人开始包饺子 因为饺子皮放在冰箱上面 所以苏慈过去拿 但是冰箱太高了 她点起饺尖都过不到 这时一副高大挺拔的身躯 从后面贴了上来 长臂抬起 轻而易举地越过她 拿到了饺子皮 苏慈知道傅南城来了 因为她已经嗅到 她身上干净轻烈的男人味道了 她转过身 谢谢 傅南城却毛友将饺子皮给她 她将她堵在角落里 困在自己的怀里 然后阴挺地腰背低下去 将一张俊脸凑近她 低声问了一句 那晚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苏慈脸上的红韵 瞬间染到了雪白的耳垂上 一双小露眸 惊起一路湿路的碎光 嗯 不记得了 傅南城从喉头里 滚出一道漫不经心的低雅笑声 她毛想到 白天的苏雪 也这么害羞 这么动人 以前她怎么毛发现 已经两个晚上 毛友抱着她睡了 现在这么近地 距离她身上那股 清甜的少女体香 营绕而来 让她心头痒痒的 她不禁逗她 今晚要不要我 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气氛瞬间暧昧 苏慈的心跳 再次不受控制 此此 饺子皮怎么拿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放太高了 让我来拿吧 这时夫妇人走了过来 当她看到自家儿子 将儿媳气在怀里时 她哀咬一声 转身就走了 我人老了 还是让年轻人拿吧 苏慈恨不得钻进地洞里 她抢了饺子皮 想从左边溜走 但是她往左 男人就往左 她往右 男人就往右 高大的身躯 恶劣地将她堵在这里戏弄 苏慈小脸滚烫 她抬手沾了一点水 直接抹到了她的峻脸上 让你堵住我 傅南城往后退 她趁机一溜烟地跑了 看着她鲜柔的背影 傅南城用手背 将脸上的那点面粉擦掉 然后发出了一道愉悦的笑声 一家三口吃了水饺 傅夫人道 儿子 雪雪 楼上的新房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早点睡吧 什么 要睡在这里 那她又要跟傅南城睡在一起了 想起两个人睡在一起的第二晚 她深深地将她稳住 她就面红耳赤 苏慈的手机放在床柜上的 这时丁医生 来了一条简讯 傅南城并不是故意窥探她的 但是手机萤幕亮了 自动弹出了简讯提示框 竟然是傅爵发来的 傅南城谋色一身 傅爵怎么给苏雪发简讯了 这时大一声 沐浴间的门打开了 温暖的热气裹挟着一股清香 苏慈走了出来 傅南城扭头看她 傅爵给你发资讯了 什么 苏慈瞬间一将 这时傅南城胡一的目光上下打亮着她 傅爵为什么会给你发资讯 苏慈觉得自己早晚要被傅爵给害死 他强装镇定的上前 拿走了自己的手机 哦 傅爵不是喜欢苏慈那的小女佣吗 所以他想从我这里 多了解一点苏慈的资讯 说着他勾纯笑道 傅爵好像对苏慈挺上心的 我看他们挺般配的 你说呢 傅南城深邃的霞毛里不见喜怒 我看不般配 傅爵心思单纯 苏慈那样的人配不上他 他配不上傅爵 原来这就是他一直反对 他和傅爵在一起的原因 我看苏慈也某有得罪你 你怎么对他这么大的偏见 傅南城走上前看着女孩的小脸蛋 刚洗完澡 他的脸蛋白里透着粉红 水嫩嫩的好像能掐出水来 让人想咬上一口 他不禁抬手捏了捏他的小脸 然后说了几个字 他没毛你干净 他觉得苏雪干净 觉得他脏是吧 苏慈气不打一出来 他突然点起脚尖 直接吻上了他的脖唇 他恨恨的想 现在他也脏了 大家一起脏吧 傅南城高大挺拔的身躯一僵 手伸过去 搂住了他隐隐一窝的小蛮腰 这个腰好像也一尺六 跟苏慈那个小女佣一样的 傅南城终于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苏慈吸引了 因为苏慈各方面都很像苏雪 他跟苏雪相似的脸庞相同的 不断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让他意乱情迷 他不会再被勾引了 因为现在的苏雪让他爱不释手 不知道是不是卸了妆的原因 白天的苏雪跟晚上的苏雪 都让他心动不已 本来他想解除这段婚姻的 可是现在他完全改变主意了 傅南城掐住他的软腰 目光暗热地盯着他 我还忙有洗澡 你就这么着急吗傅太太 傅太太 这是他第一次叫他傅太太 迪雅雌性的嗓音 带着几分淡淡的闯觅 咚咚咚 苏慈又听到了自己 树然加速的心跳声 但他一声傅太太 让他浑身一软 难道他喜欢上他了吗 他喜欢上傅南城了 不 不可以 他是苏雪的老公 而他是迫不得已的提身 他怎么可以对他动心 他现在一切的温柔宠溺 还有这声傅太太都是给苏雪的 放开我 你先去洗澡吧 苏慈将他推开 然后上网 傅南城滚动了一下猴杰 走进沐浴间冲澡 苏慈打开了手机简讯 当看到傅爵给他发的这条简讯时 他同人一说 傅爵 小丑女 明天跟我去约会 傅爵要跟他约会 约什么会 他还在这里当替身 苏慈迅速回了一条 明天我没有时间 傅爵 小丑女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一个月的恋爱期了 如果明天你不跟我约会 那你的秘密就保不住了 苏慈关掉了手机 将自己埋在了被子里 很快被子被掀开 洗完澡的傅南城上了床 你把自己闷在被子里干什么 不怕把自己闷坏吗 他不怕被闷坏 我快被玩死了 说完苏慈主动地靠了过去 将自己的小脑袋 靠在了他的怀里 小声商量道 明天我有点事 不能陪你和妈妈了 可以吗 见他这么乖巧地靠过来 傅南城伸手搂住了他迎路的乡间 我妈希望我们能在这里住两天 你明天干什么去 去跟你小职约会 这话能告诉你吗 都说碰了男人就是倒霉的开始 果然自从他将 傅南城给睡了后 倒霉事就一茶接一茶了 这边替身的任务还某有结束 又要被抓去谈恋爱了 如果被傅南城发现 明年的今日来这里祭奠他吧 苏慈缓缓伸出小手 抱住了他精硕的腰身 然后扬起巴掌大的亲力小脸望着他 我妈不是身体 有点不舒服吗 明天我想回去陪陪我妈 行不行吗 老公 女孩在撒娇 用一种幼娇 又打的声音叫他老公 还带了骂这种的少女婴 其实有很多女人在他面前 这样故作交代过 他很反感 觉得又装又做 当时两个好兄弟还嘲笑过他 说男人都喜欢这种 又装又做又打的 就他不懂这种女人的好 现在傅南城有点懂了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女人 卯松口 不行 这样都不行 他不是吃软不吃硬的吗 只要半半可怜撒撒娇就行了 看来是他不够努力了 苏慈颤了颤雨节 小脸凑过去 往他脖子里清 经过之后又轻他坚毅的下河 边轻边软弱的撒娇 老公 求求你了 明天我真的要回去一趟 你就答应我吗 傅南城觉得 现在的他打的要死 也做的要死 脸了脸俊谋 他狭长的眼梢里 已经附上了一层星红 怪不得男人都 喜欢这种的 今晚他才懂得其中的情趣 这种女人能让男人 半个身体酥掉 根本无法拒绝 不过 其他女人不能给他这种感觉 只有他能给 傅南城伸手一提 直接将他抱到了他的身体 他干什么 正在撒娇的 苏慈一将 只见男人忧生暗热的目光 盯在他的脸上 嗓音低啊 各位 傅太太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真的不记得了 他怎么又绕到这个问题上了 身下这副皆是金硕的 男人身体足以勾起 那碗所有的记忆 苏慈小脸红得能滴出血来了 起身就要逃 真的不记得了 傅南城两只大手握住他的细腰 将他禁锢住 不让他逃 他的眼眸里都是危险的火苗 傅太太 你明明他手里还抱了一大束红玫瑰 小丑女 这花是送给你的 傅少 这花我不要 傅爵直接将红玫瑰塞到了苏慈的怀里 还伸手搂住了他的香肩 小丑女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我们先去看电影 被搂住的苏慈身体一僵 他发现傅爵的触碰让他浑身难受 但是傅南城碰他时 他的身体软得跟水一样 苏慈考虑要不要将傅爵来个过肩摔 这时一道尖锐的喇叭声就响起了 豪华兵力停了下来 蹭辆的驾驶车窗缓缓滑落 傅南城那张俊美金龙的脸庞出现在了视线里 是傅南城 这都能碰到吗 苏慈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他不会认出自己吧 小叔 好巧啊 傅爵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傅南城带住名归万表的大手按在方向盘上 深邃的霞眸居高临下地向他们捏了过来 成熟稳重的长辈威严混合着上位者的气场 今天是周末吗 你们作为学 生不去上学反而偷跑出来约会 第一次约会就被自家小叔给抓包了 傅爵 这时苏慈就看到男人阴沉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脸上 冰冷的毛有一丝温度 还透着几分厌恶 他一定又以为是他主动勾引傅爵来约会的 刚才激动不已的心在此刻反而平静了下来 他只不过是苏雪的替身 不该在他身上遗落自己的心 他很讨厌自己 快点回去上学 留下这句话 豪华兵力及时而去 傅爵很怕这位小叔 自然不敢违抗小叔的命令 他哭丧着一张脸 小丑女 我们今天的约会泡汤了 苏慈突然觉得遇到傅南城也不是一件坏事了 至少他拯救了自己 让他不用去约会了 苏家 苏雪脸色惨白地站在客厅里 苏昌蓉对着他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苏雪 你看看你都办了什么事 至今某友爬上傅南城的龙床就算了 你还把鼻子给撞歪了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 苏雪吓得 瑟瑟发抖 一句话都不敢说 苏昌蓉在气头上 黎兰也不敢贸然开口 二弟 你在家里大发雷霆干什么 这时大伯苏君带着大伯母 还有他们的女儿苏儿来了 苏家一共三房 这些年涨房和苏昌蓉这个二房 就忙有停止过明争暗斗 二弟 听说前两天CC香水将你的投标书给打包退回来了 这件事在界内都传遍了 大家都在笑话你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把其撒在女儿身上对不对 苏君笑道 苏昌蓉脸色涨红 这个苏君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自从CC香水的事情发生后 大家对他都是冷嘲热讽 他最爱面子了 哪里受得了这个 二弟二弟媳 我看雪雪年纪也不小了 谈恋爱了吗 我家婉儿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超模 李家的太子爷还有王家公子都在追求我家婉儿呢 大伯母插刀道 苏婉儿生得美艳动人 拥有着一双被称为夜城最美的美腿 走上超模道路后迅速爆红 现在追求他的富家公子都在排队 苏婉儿有点看不起苏雪的 别人不知道苏雪整容 但是苏家人都知道他是整容货 苏雪姐 要不我给你介绍对象吧 但是你的鼻子怎么歪了 我觉得你要先去修复一下 上流名门都不会要整容货的 苏昌龙 泥兰还有苏雪记得牙痒痒 但是他们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时女佣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爷夫人 刚才有人过来 给二小姐送来了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 女佣将一个精致的包装给送上了 苏雪拆开的包装 一下子客厅里响起了满满的抽吸声 宝盒里躺着一条钻石项链 项链通体散发着淡蓝色的璀璨光芒 打开的一瞬间 整个客厅乃至别墅都跟着银亮了起来 无论谁一看 都知道这条钻石项链价值连城 苏婉儿一下子站起了身 天哪 这是地级之星吗 地级之星 这就是拍卖会上被拍出几个亿的地级之星吗 苏雪惊呆了 她猛想到竟然有人将地级之星送给了她 肯定是傅南城送的 猛有别人啊 在她被欺负的时候 傅南城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帝王就踏于水火 她真的爱死她了 爸 妈 这是我 男朋友送给我的 好看吧 苏雪骄傲地扬起下巴 无比炫耀地看向众人 雪雪 你男朋友对你真是太好了 来 爸爸帮你带上 苏昌荣当即化身此父 亲手将地级之星带进了苏雪的脖子里 二弟 雪雪这是交了什么有钱的男朋友啊 以前怎么网听说过 苏昌荣道 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倒是雪雪的男朋友会出现在我的生日上 他们的关系一公开 你们自然就知道是谁了 孙君一家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连忙鳄鱼奉承道 二弟 我们真的好期待你的生日啊 你们飞黄腾达了 可别忘了带带我们 我呸 什么大人物 谁知道那地级之星是不是假的 干得不错 过几天生日会 一定要把傅南城请过来 顺便公布一下你们的关系 苏雪转身就走回房间 苏慈到底使用什么手段 让他送这么昂贵的项链 此刻一品蓝别墅花房 苏慈坐在椅子上 旁边电话讯息提示声响起 有点睡意地看了一下手机 看到很惊慌 苏慈心里无言地点点点 傅南城来了 在他还在欣赏他的照片时 直接被他抓包 这时傅南城迈开长腿 剑步如风而来 他那张俊脸阴云密布 正是山鱼欲来之色 苏慈 你竟然让我小侄女来偷拍我的照片 你究竟要脸不要脸 我 如果我说我毛友 你肯定也是不信的对吧 傅南城从喉头里滚出一道冷哼 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想狡辩 你是太天真还是觉得我蠢 苏慈拿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将那张照片给删了 傅总 我把照片给删了 你以为删掉照片就行了 傅南城伸手 修长有力的手指 用力捏住了他小巧的下颌 苏慈 是不是我上次毛友将话说清楚 我告诉你 你喜欢我也好 不喜欢我也好 反正我对你毛有任何的兴趣 我不喜欢你 还有我是一个有福之福 我有傅太太 我的傅太太是苏雪 我喜欢她 暂时也毛有任何出轨的打算 收起你那些小心机 我可不是我小只小侄女 会被你玩得团团转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爬上我的床的 明白了吗 他竟然喜欢苏雪眼光真的独特 知道了傅总 放心 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傅南城阴森地盯着他 那你偷看我照片这件事怎么算 你不会以为我会这样轻易地算了吧 苏慈干净凌亮地成眸看着他 傅总 那你想怎么办 把你衣服脱了 他吐出几个薄情的字眼 苏慈小脸红白交加 他才不要 他推开他就走 傅南城闷着他的香肩将他禁锢在这里 苏慈快速屈膝 直接往他肩膀抓了过去 故意的是不是 要我亲自动手 他的大手来到了他的开山上 用力往下一趴 扭扣崩掉了两颗 开山顺着女孩白皙的肩头滑下来 落在了羊毛地毯上 苏慈已经洗过澡了 外面套了一件长款开山 现在开山滑落 露出他里面的白色小吊带和灰色短裤 吊带配短裤 青纯少女的标配 傅南城是要羞辱他的 但是看到这一幕 他的同仁还是被刺激得狠狠一缩 少女的骨架本就小巧银润 肌肤如白瓷 怎么看都是扑面而来的兵机遇骨感 下面被他压制住的一双眉腿比至鲜长 乖巧的合拢在一起 真是一条凤冬毛友 苏慈手脚冰冷 眼前这个男人太冷酷了 他要羞辱一个人真是扒皮抽筋的 也对 他本来就毫无慈悲之心 他唯一的温柔都只给了苏雪 苏慈气愤地抬手 用力地往他的峻脸上删去 他还真是放肆 骨节分明的手指在空中 一把拽住了他纤细的好腕 他那双狭毛已经附上了一层可怕的力气 苏慈 你是不是活逆了 傅南城 是你先欺负我的 活该被打 衣服已经脱了 你放开我 苏慈眼眶红红地瞪着他 你以为脱成这样就行了 苏慈一惊 那你还想怎样 刚才的照片我上半身可毛有穿衣服 说着他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肩头 两根细细的白色小吊带正勾在上面 苏慈已经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他奋力挣扎 傅南城 你敢 傅南城抬手 手指缓缓勾住了他一头的肩带 傅南城 苏慈用力地扑上去 连起脚尖一口咬在了他的肩头 四 傅南城吃痛闷哼 他知道这个女孩猎 毛想到猎成这样 他已经清晰感觉到 他锋利的小獠牙穿透他身上的睡衣 咬进了他的血肉里 他狠狠咬着不松口 似乎要将他一块肉咬下来 傅南城 你究竟是想泄愤还是想看我 你嘴上说着你讨厌我 但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傅南城惊讶地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 你也会这样对待每一个来勾引你的女人吗 你的傅太太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傅南城瞬间将她甩开了 苏慈捡起地上的开衫快速地裹在了身上 似乎将自己微凉的交机紧紧遮住 才遮住了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傅总 你还想不想脱了 不想脱了我就上楼了 傅南城心红狠立的眸子向他看了过来 不用了 这次只是小城大界 如果再有下次 你可不是在我面前脱衣服这么简单了 丢下这句话 他绝情地转身离开 为什么我总是受他影响 讯息声钉 苏雪给他发了一条手机简讯 老公 地级知心收到了 我好喜欢 想到昨晚苏雪在他怀里的温存软语 又娇又打的那一声声 老公 傅南城紧促的眉心舒展开了 苏雪才是他的傅太太 以后他要远离苏慈那个小女佣 那个小女佣敢再勾引他 他绝不会轻饶的 他回了一条 喜欢就好 苏雪又发来了一条简讯 老公 告诉你一个好讯息 我的小日子走了 最后一句话 极尽暗时之意 傅南城勾起了脖唇 我很期待 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 苏雪笑道 苏慈 今天晚上你继续去陪我老公 对了 我说我的小日子走了 你不要穿帮 苏慈盈亮的城眸里勾出一抹冷笑 好 今晚你们等着吧 苏雪直接拨出了苏慈的手机号码 可是毛打通 冰冷而机械的手机提示音传递了过来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傅南城拿出手机 给苏雪发了一条简讯 你怎么毛回来 此时身在苏家的苏雪 接到这条简讯吓了一跳 这个苏慈答应得好好的 怎么还毛有回去 苏雪直接拨出了苏慈的手机号码 可是毛打通 冰冷而机械的手机提示音传递了过来 对不起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个苏慈竟然关机 他为什么关机 那赴南城那里该怎么办 苏雪连忙回了一条 老公 我这里有事耽搁了 我会尽快赶回去的 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苏慈的电话还是关机状态 雪顿失机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苏慈开机了 电话接通了 魏苏慈 你在搞什么 你为什么将手机关机 你知道你将我老公 晾在那里多久了吗 苏雪质问道 苏雪 我的玉佩呢 把玉佩给我 玉佩 苏雪 我以为刚才足以让你想明白 这场游戏是我说了算 如果不把玉佩给我 我是不会去陪傅南城的 苏雪顿时被拿捏住了 她气得牙痒痒 苏雪 我的玉佩究竟在哪里 我可以等你 但我怕傅南城等不及 苏雪都要吐血了 好 苏慈 我明天把玉佩给你 但是今晚你必须去陪我老公 要不然大家还是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苏雪再次提出交换条件 苏慈不想再去了 昨晚她那样裸地羞辱自己 对她厌恶到了极致 她不想再去当这个提身了 可是现在她某有选择 只能点头 好 我去 但是苏雪 这是最后一次 今晚是她最后一次当提身了 傅家 傅南城洗完澡了 她在等苏雪 等了许久 外面终于传来了傅夫人的声音 雪雪 你回来了 吃过饭了吗 妈妈让人给你热菜 虽然跟傅夫人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是她真的从傅夫人身上 体验到了妈妈的温暖 不用了妈 我吃过了 傅夫人当即拿出了一个翠绿的玉手镯 带进了苏慈仙气的浩万里 雪雪 这是妈妈送给你的 妈 这个我不能收 这个玉手镯一看就是传家之宝 非常贵重 苏慈顿感愧疚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骗子 在欺骗傅夫人的感情 她不是傅夫人的儿媳 她是冒牌货 收下收下雪雪 这个就是传给儿媳的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别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南城 南城欺负你 你就告诉妈妈 这样世上就某人能欺负你了 傅夫人笑道 这个玉手镯应该是苏雪的 等苏雪过来 她才是傅夫人的真儿媳 苏慈暂且收下 她拿出了一个香囊 送给傅夫人 妈 这个是我亲手缝制的 里面是一些香料 不值什么钱 以后你贴身带着 苏慈看傅夫人面相 看出了一些端倪 不过她也不好说些什么 傅夫人接过香囊 就闻到了一股 亲人心脾的香气 她非常喜欢 刚即将香囊 带在了身上 哇 真好看 雪雪 妈妈可太喜欢这个礼物了 这时一道稳健的脚步声响起 傅南城来了 她看着她道 回来了 苏慈抬头 看到了男人那张 俊美无双的脸庞 不同于昨晚 她看着自己冷冰冰的眼神 现在她的眼神很温暖 这是给苏雪的眼神 真是截然不同 苏慈点点头 恩 那你们快去休息吧 傅夫人催促道 傅南城牵住了苏慈的小手 带她回房 房间里 傅南城觉得她的手很冷 手怎么了 这么冷 话还毛友说完 苏慈就将自己的小手 给抽了回来 她还顺手将手腕上的 那个玉手镯 给拿了下来 然后递给傅南城 这个还给你 傅南城看了眼玉手镯 然后将目光落在了她的小脸上 低声问 怎么 不喜欢 恩 不喜欢 见她毛友伸手接 苏慈就将玉手镯 放在了床柜上 不是她的东西 她不会要 昨晚让她无比清楚地认识 到了自己的身份 这只是一场游戏 她不该再放纵自己 我先去洗个澡 苏慈转身进了沐浴间 傅南城目送她离开 她俊美地眉心皱了一下 不明白她今晚怎么了 怎么对自己这么冷淡了 很快洗过澡的苏慈就出来了 掀开被子 躺在了她的身边 不过 离得很远 傅南城深处健庇 睡过来 苏慈动了动 睡到了她的怀里 女孩闭着眼 线长的雨节 如蝴蝶馋一般 安静地垂落下来 小小的一团睡她怀里 又乖又挪 还带着她喜欢的香气 傅南城伸手摸她的小脸 今天怎么了 苏慈扭动小脸 避开了她的手 毛怎么 就是有点累 困了 傅南城的手将在了空中 今天她不但对她冷冷淡淡的 还不让她碰啊 傅南城躺了回去 几秒后又看向她 目光落在她诱人的红唇上 她欺过去 吻她 女孩毛遥反抗 不过也毛友配合 只是被动地承受着 任由她辗转着她的红唇 低雅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红虫 傅太太 张嘴 不要 苏慈睁开眼 拒绝 傅南城目光直立如岩浆 气笑了 不要那你还说我送你的钻石 不要那你还发资讯聊我 她毛友 收她钻石的是苏雪 发资讯聊她的也是苏雪 她毛必要承受这些 苏慈眨巴着语杰看着她 哦 逗你玩的 不行了 我今天真的很累 先睡了 苏慈转了一个身 将鲜柔的后背留给她 傅南城自己躺回去 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傅南城将她转了过来 睡到自己的怀里 因为透过衣领 她看到了她漂亮的蝴蝶锁骨 在锁骨右下方 竟然有一朵三瓣桃花的胎记 粉红色的三瓣桃花 在她白痴的交际上栩栩绽放 美到近乎妖艳 她竟然有这么漂亮的胎记 因为胎记的位置比较靠下 十分私密 所以平时很难被发现 傅南城想起自己回国的那一晚 她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当时她就看到这朵三瓣桃花 就是这朵桃花 于是抱着苏慈睡着了 一日早晨 傅南城翻了一个身 伸手去抱身边的人儿 想抱着她再睡会儿 但是毛友报道 身边空空的 苏慈已经不在了 傅南城睁开眼 顿时也毛了睡意 她为什么每一次都起这么早 床上还有她的怀里 都残留着她身上的芬芳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她的体相了 这时丁一声 她的手机响了 苏雪发资讯过来了 苏雪老公 昨晚睡得好吗 傅南城勾了一下薄唇 回了两个字很好 苏雪老公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明天就是我爸生日了 我们苏家要举办一个生日 到时你可以来参加吗 苏昌蓉要过生日了 如果他去参加生日 就相当于公开了这段婚姻 苏雪老公 这件事是不是让你很为难 那就算了吧 我现在太幸福了 所以才会迫不及待的 想让别人都知道我有多幸福 傅南城挑眉 回复道可以 苏慈接到了苏雪的电话 苏雪说玉佩不在她那里 两年前那块玉佩 随着她的嫁妆一起进了傅家 要去傅家找 苏慈无语了 傅家家大业大 她怎么去找 她的玉佩怎么到了傅家 这件事顿时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时傅盈盈找到她 拉着她一起去逛街 两个人来到了商场 正好看到了熟人 是苏雪和她的好姐妹李萱 又雪雪 你快看这两个人是谁 原来是我们替大的两大丑女 一个天生脸上有胎记 一个脸上有疤 丑人跟丑人一起玩 真是绝配啊 苏雪被撞歪的鼻子 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 加上人风喜事精神爽 她的面色十分的红润 她假惺惺的撑道 李萱 你不要这么说 他们已经很丑了 就不要再给他们雪上加霜了 雪雪 你就是太心善了 心善的小仙女一枚 傅盈盈从来毛友 透露过自己的身份 所以毛少被苏雪和李萱嘲笑过 她非常讨厌这两个人 咦 哪来的臭味啊 原来小仙女也有口臭啊 一张嘴臭气熏天 傅盈盈捏着自己的鼻子笑道 苏雪脸色大变 她当即冲到傅盈盈的面前 傅盈盈 你 这时苏慈挡在了傅盈盈的面前 她那双清亮的成眸 笑盈盈地看着苏雪 苏雪 我好心奉劝你一句 你最好对盈盈客气一点 要不然以后有你后悔的 傅盈盈可是傅南城最宠爱的小侄女 苏雪不以为然 一个傅盈盈跪下来给她擦鞋都不配 苏慈 你看我脖子里戴的是什么 苏雪心情很好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脖肩的地级之心 苏慈 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地级之心 是我们雪雪神秘的富豪男友送的 告诉你 明天苏家生日上 雪雪的这位富豪男友会现身 向所有人公开和雪雪的关系 苏慈一听就知道 这位神秘的富豪男友是傅南城 因为隐婚的关系 苏雪并不敢向外界透露 所以只能这么说 她看着苏雪脖子里的地级之心 她对苏雪出手还真是阔绰 一出手就是几个亿 怎么样苏慈 你是不是很羡慕啊 羡慕是毛有用的 你毛有这个命 你就等着看我变凤凰吧 说完苏雪拿出了苏昌荣奖励 给她的百万信用卡 大方地递给了导购员 这件这件还有这件 都给我包起来 直接刷卡 好的 买好衣服 苏雪带着李轩趾高气扬地离开了 看着两个人的背影 傅盈盈疑惑地问道 慈慈 这个苏雪的男朋友是谁啊 他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这叶城最有钱的就是我小叔了 我感觉他都拿出嫁给我小叔的架势了 苏慈看了毫不知情的傅盈盈 一眼傻孩子 你已经真相了 慈慈 不要为了这些人影响我们的心情 走 今晚我请你去酒吧玩 天上人间酒吧 苏慈被傅盈盈给强制性地拉过来了 两个人喝了一点鸡尾酒 傅盈盈起身道 慈慈 我们一起去跳舞 盈盈 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是你小叔知道了 他又要怪我了 放心 我小叔不在这里 苏慈眼神干净失路 傅盈盈俏皮烂漫 一眼就能吸引人 苏慈只能随着傅盈盈进了舞池 这里都是重金属的音乐 群魔乱舞 傅盈盈开始挥动小手小脚 贴着苏慈就来了一段热舞 苏慈无奈地一笑 那今晚就忘记一切不开心的事情 将傅南城那个男人给抛住脑后 尽情放纵一下吧 苏慈也开始扭 动腰枝 扭得像水蛇一样 两人当即成为了舞池的亮点 此时 一个幽静偏僻的包厢里 傅南城坐在主位上 修长的指尖燃着一根香烟 正在吞云驾雾 新红的火苗忽明忽暗 吞吐出来的青烟模糊了他那张峻脸 他深邃如阴损的霞眸 穿透一切落在了舞池那里 落在了那两道身影上 傅南城面无表情 只是手里的烟灰力气地往下掉 今天他是来应酬的 身边坐了一个老总 老总见他一直盯着舞池里 有些奇怪 要知道这位傅家掌权人 可是不敬女色的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盯着一个女孩看 傅总 舞池里那两个小美女 看着像是大学生啊 原来傅总是喜欢女学生这一挂的 傅南城低腰 在烟灰缸里扣了扣烟灰 不是 那是我侄女 哦 原来那两个都是傅总的侄女啊 李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傅南城顿时卯了抽烟的兴致 他将半截香烟丢在了烟灰缸里 起身就走 傅总 你怎么走了 很快李总就发现傅南城不是走了 而是进了舞池 有生之年既然能看到傅总进舞池 看来这位女学生的后镜还真够大的 傅南城大步进了舞池 舞池里的男人们都在疯狂地拥挤 有人不愿地嚷嚷道 谁啊 别挤了别挤了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傅南城 男人一身黑色衬衫黑西裤 手工定制的昂贵面料有了一点褶皱 但更显成熟男人的迷人质感 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商界老总 强大的气场让人褪毙三舍 几个男人迅速晋升 自觉地让出了一条路 傅南城就站在他的身后 看着女孩年轻曼妙的身体在他眼前舞动 傅盈盈甩了一下头 正好看到了傅南城 他一惊 都觉得自己头晕出现幻觉了 天呐 小叔来了 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能碰到小叔 慈慈 我小叔来了 这里太吵杂了 苏慈根本就听不到傅盈盈在说些什么 你说什么 小叔 我小叔就在你的身后 傅盈盈用手指指了指后面 苏慈不解地转头 竟然是他 傅南城 苏慈真的忙想到会在酒吧的舞池里碰到他 仙城的雨节颤了颤 他叫了一声 傅总 叫完他就往后退 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傅南城冷眼看着他 谁让你带我小侄女来酒吧跳舞的 跟我走 苏慈叫他放手 小叔是我带刺刺来的 傅南城严肃地说 闭嘴问你了吗 两个人跟着傅南城一起下了舞池 傅南城要带两个人回家 苏慈和傅盈盈自然不敢反抗 但是他们遇到了几个同学 同学叫住了他们 苏慈 盈盈 好巧啊 你们也过来玩了啊 来 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傅南城听到直接开口道 我也去 苏慈冷淡地说着 傅总我们年轻人的聚会 你工作这么忙 就不必参与了 搞得大家不自在 没有没有不自在 欢迎欢迎 苏慈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 他好帅 刚才还牵着你呢 他是盈盈的叔叔 我跟他不熟 不熟 苏慈想什么呢 抽啊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玩真心话 大冒险的游戏 这一轮玩真心话 我来发牌 牌点最大的人 可以问牌点最小的人一个问题 好 游戏开始 有人开始发牌 苏慈运气很不好 拿了最小的牌 牌点最大的是一位男同学 男同学笑道 苏慈同学 现在我来提问 请问 你还有第一次吗 一开场就是这么劲爆的问题 大家当即兴奋地叫了起来 苏慈 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苏慈 这可是真心话游戏 你快点回答吧 傅盈盈也非常好奇 苏慈抬头看着大家 诚实回答 没有了 他没有第一次了 哦哦 大家当即叫了起来 苏慈 看不出来你还挺前卫的吗 苏慈苦涩地笑了笑 这时他就感觉一道 阴木森冷的目光 落在他的脸上 又哪里惹到他 谁是大王 是我 傅南城道 我的问题是你第一次给了谁 旁边同学说着 苏慈快点遵守游戏规则 到底是谁 我不能回答 苏慈选择不回答喝酒 呵呵嘲笑嘲讽 傅南城 我在你眼里恐怕真的很不堪吧 你们接着玩 我去下洗手间 苏慈来到女洗手间 这时前方来了一个人 是隔壁包厢的富二代纪少 刚才他就盯上苏慈了 一路跟踪过来的 纪少目光猥琐 上下打量着苏慈 我还以为是哪个小美人呢 原来是苏家 从乡下回来的小丑女啊 脸虽然丑了点 但是身段真好 别走啊 苏慈 纪少伸手 今晚陪我玩玩 苏慈想挣脱他 但是他喝醉了 全身软绵绵的 一点力气都毛有 你放开我 别碰我 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到了 那就是跟傅南城 谈生意的李总 李总一眼就认出了苏慈 这不是让傅总盯着 看了好久的女学生吗 李总当即拿出手机 将电话拨给了傅南城 喂 傅总 你快点过来吧 你小侄女要被纪少 给拖入房间了 此时的傅南城还在大厅 他手里握着手机 看了一眼 傅盈盈还在 苏慈却不见了 这个李总也不知道 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说苏慈是他的小侄女 他要被人拖入房间了 活该 刚才在舞池里 有的那么 肯定会被人给盯上 他不会过去的 他不是玩得很开码 看着年纪一丁点大 还是女学生 就毛友第一次了 他不应该觉得奇怪 在他看来 他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 不知廉耻不懂自爱 毛友男人才不正常 但是 刚才听他亲口说出来 说他毛友第一次了 他的胸腔里 还是附上了一层力气 李总 随便他吧 他爱跟谁玩 跟我没关系 傅南城博情道 李总也不着急 就是笑了笑 傅总 我就是把这个讯息告诉你 毕竟他是你的小侄女 又不是我的小侄女 对吧 傅南城 总裁 车已经被好了 我们该回去了 明天一早 你还要出席苏家的生日 届时苏许就是傅太太的讯息 会全面公开 你在这边等住 宋历叔疑惑地问道 总裁 你怎么了 傅南城找到了回廊里 他健步上前 冲进房间里 纪少道 你越是挣扎 我越是兴奋苏慈 这个纪少已经晕了 是苏慈将他迷晕的 好险出门有带迷药 纪少已经晕了 只不过他的身体 压在他的身上太重了 他一时推不开 傅南城愤怒地进来 单手抓住纪少 苏慈内心想着 他怎么来了 他一个拳头 接一个拳头 往脸上砸 别打了 傅南城别打了 他已经晕了 再打会出事的 傅南城像是卯听到 继续打人 苏慈背后抱住他 让他恢复冷静 傅南城打电话给密书 来106号处理一下 傅南城拽住 苏慈纤细的浩腕 将他往沐浴间里拖 沐浴间里 苏慈跌跌撞撞地 被拽进去 傅南城打开了花洒 冰冷的水液 顿时冲刷在了他的身上 苏慈打了一个寒颤 无比震惊地看着他 傅南城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他碰你哪里了 这里 还是这里 我给你好好洗洗 把你肮脏的地方 全部洗干净 傅南城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哪里得罪你了 让你听得羞辱针对我 傅南城浑身地青筋爆起 苏慈 激动地说现在 就是现在去 傅南城用手捧住了他的小脸 脸膜就吻上了上去 苏慈同人一说 他干什么 他竟然亲他 他不是讨厌他 嫌他脏的吗 傅南城 苏慈迅速扭开了小脸 卯让他亲 你是不是忘记苏雪了 你是个有父之父 苏雪这两个字 仿佛一盆冷水 从头顶灌了下来 傅南城高大挺拔的身躯骤江 他是个有父之父 可是现在他在干什么 竟然对外面的女人情不自禁 他真的变成了 他所讨厌的那种人 你走吧 苏慈抬脚就走 可是就在这时 傅南城突然看到了 那朵三瓣桃花 才苏慈的衣领 被继绍撕碎了一块 半个迎刃的尖头若遗若现 现在冷水将他的衣服打湿 那蝴蝶上骨下的三瓣桃花 露出了一个尖 被傅南城一眼给逮到了 他大手一捞 再次将苏慈给捞了回来 傅南城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是有太太的人 你不是说你毛友出轨打算的吗 苏慈开始挣扎 你不是说你毛友出轨打算的吗 苏慈开始挣扎 傅南城目光骇然 趁他挣扎的时候 他伸手一拨 那朵梅红色的三瓣桃花 就完全暴露进了他的眼底 他身上竟然也有这朵三瓣桃花 这朵三瓣桃花 不是应该在苏雪身上的吗 傅南城优身的谋底 掀起了惊涛巨浪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